穿着黑色T恤牛仔裤被刑警押上车移送 他就是在国道嚣张朝情侣党开枪的枪手 43岁的曾姓男子案发经过4天后终于落网 21号嫌犯在国道开完枪之后 警方马上获取监视器 发现他从中港交流道下高速公路之后 往市区方向逃逸 24号逮到了这名嫌犯 不过却没有在他的太平住家找到枪支 一调查之后才发现他把枪带到苗栗山去丢弃 其实曾姓嫌犯有枪炮弹药前科 遭就被雾峰分局锁定追踪 想要来追查上游 只是没想到他自己因为碰到行车纠纷 耐不住性子 趁凶开枪不得不马上收亡待人 男生就是下来手流着血污着 26岁的理性被害人左手腕中弹 伤到两条韧带 到现在还得到医院就医治疗附件 他说被开枪的恐惧 让他不敢再经过事发路段 回想当天他开车载着女友赶去台中 找朋友一路上加速超过几辆车 在国道一号南下刚过风源交流道 就感觉后方有车载闪大灯 但他怕减速会害对方撞上 没有理会 没多久后方声色叫车 开到理性被害人隔壁 突然停的砰一声 驾驶座车窗裂成蜘蛛网状 专头看副驾的窗户也破了一个洞 接着左手感觉刺痛冒出血 他才意会到自己中弹了 赶紧用右手压着 震痛开下杂道 以后改造手枪两支 及子弹数十颗 改造手枪经送鉴定后 任据杀伤力 前案移送台中地方检察署证办 并申请记要后组 警方查获贼信嫌犯身上两把枪 还有55发子弹 也在嫌犯处处搜到毒品大麻 国道枪响枪手落网 只是他身上其他案件的线索 还没随着枪响消失 TVBS新闻将军业罗欣 台中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 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